字幕提供 時間是23日早上至近10點 早起床,但只顧著剪片 所以現在才叫梳洗原 看出外面,正常來說是很大雨 但現在是很大雪 有多大雪呢?給大家看看 白茫茫一片 漫天風雪 比去年我還要去韓國 真是視野模糊 這樣的環境還等什麼呢? 出去拍片吧 好熱呀 我會怕死 我會怕死 酒店早餐吃得多 但是這裡的早餐真是很驚訝 驚訝的地方不是說好吃 早餐也是西式早餐 也不是宜助餐 但是最驚訝的地方就是這個景點 找不到另一個字 漫天風雪的北海道 昨天晚上曾經經過這裡 昨天晚上所見的景象和現在所見的景象 完全兩回事 剛才就在對面這間餐廳吃早餐 一片白茫茫 酒店裡面的日本街 昨晚在這裡搞搞鎮 搞了一輪 周圍呢 原來沒有閉路電視的 我在這裡怎樣拍怎樣的都沒有人理我 嘩 這間酒店其實有很多香港人在這裡住 但是呢 這一部分呢 就一個都見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人只是沉開心而已 沉開心 於是就去了滑雪場 或者泳池 這樣 那如果是沉浪漫 好像我這樣想 一個人靜靜地 找一些很特別的景色 於是來這裡就最適合了 沒有人騷擾你 你怎麼自拍怎麼吃 都沒有人瞄你 買哪一個人 早餐 還欠晚餐 bog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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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